前段时间网上流出一张演员刘雪华年轻时的照片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上披肩长发 温柔如水般的模样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那颜值由现在的话说就是妥妥的小姐姐一眉 说起刘雪华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对她并不熟悉 追剧比较多的人估计也只知道她经常出演太后这类的角色 在新环珠格格 甄嬛传这两部宫廷戏中都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端庄高雅的气质降级了皇室贵族 还好两个格格各有千秋还算不错 现在也懂得晨昏定醒了 紫薇马马虎虎 这小燕子还要经过一点时间才能成器 虽说现在的刘雪华成了太后专业户 但是刘雪华年轻的时候可是雷打不动的琼瑶女一号 梨花带雨的哭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度夕阳红中的李梦竹 烟雨萌萌中的衣萍 庭院深深中的张寒烟 海鸥飞出彩云飞中的杨宇商 在水一方中的杜小霜 每一个角色都有彪泪的戏份 看得观众忍不住想要递上纸巾 尤其是琼瑶剧《庭院深深》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这部剧讲述了刘雪华饰演的张寒烟 和秦翰饰演的博佩文之间 曲折离奇的爱情经历 当初在台湾首播时 取得了超过50%的超高收视 创造了80年代熊瑶剧的巅峰 剧中的两位主演 秦翰和刘雪华 也凭借此剧 分别获得了1988年 法国巴黎第一届华语影视片 金诗奖最佳男女主角奖 只用我才知道往日的种种事情 是不是 或者我刚才的话太重了 但是我必须换回你的神志 你瞧 我比十年前能言善道 是不是 在事业上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刘雪华 感情生活上就相对坎坷多了 第一段感情 就是跟穷瑶剧最火男主刘德凯 两人轰轰烈烈地相恋多年 但是到了盘婚论嫁的时候 男方却变心了 这样的结局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穷瑶剧 经历感情挫折的刘雪华 后来认识了他自己13岁的邓玉坤 两人在1999年 因合作电视剧傻阿甘相识 在一次聚餐之后的三天时间里 邓玉坤就向刘雪华求婚 婚后的生活也是相当甜蜜 不幸的是 2011年丈夫邓玉坤不顺坠楼身亡 直到现在 刘雪华仍然孤身一人 他第一段婚姻 不仅仅结束得非常迅速 还让他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那个没有整容的年代 女明星们都美得很自然 也很有辨识度 刘雪华年轻时清纯可人 美得很惊艳 年老时气质雍容乏贵 韵味十足 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让我们一起祝福 惊艳了岁月的刘雪华老师 幸福快乐 蜜姑视频 独家策划